接下来看一下群里的矿机展示 看看各位群友都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矿机 没厉害的也可以过来发一下 给大家秀一下 这个矿机其实也就是一种爱好了 你要是指着它赚钱 人生还有其他许多赚钱的方法 矿机挖矿确实能赚到钱 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稳定的方法 它只是一个投资 被动收入这是一个不错的 但是你要指着它挣钱 还是学一门手艺比较好 能够稳定持续的得到一门钱 副调部都说了 直接看这个图片 1234张卡四个矿机 应该是看看它的PCIE 两个这是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还不错 祝你好运吧 这个看着还简单 但是还是可行的 能赚钱就行 不用管它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看看这个Pedro这哥们 它是这种机箱式的矿机 它这个应该散热应该蛮不错的 不知道它这是哪 这看不出来 但是呢 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卡 它下面发了 又进了几个 我看着这都是矿钛的呀 锁钛的 锁钛的那个颜色比较炫啊 那应该是比较屌的 然后这些也都是 应该有 都是锁钛和华硕吧 要不然就是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风扇还接上了 然后它这个 接线板看着怎么那么像 欧洲的呢 我也不太确定啊 看不太清楚 它这是往里插的 跟那个法国什么似的那种 这是它说的是 七零和 七零和七九零混装啊 这是七零 应该是它在上面加了个风扇 因为它这种比较密集啊 它这个散热是不太好的 你把盖盖上它之后呢 这个用暴力风扇 不要要吹的话就还好 看着还不错 但是这种蛮整齐的 就是缺点就是太密了 然后 这哥们说大雕坏了 难受 这卡都有三年保修吧 如果你要是在国外的话 技嘉这种 都是两年到三年的保修啊 你应该给它修一下 显卡坏的其实真的比较少 哦 这个 是个在日本的朋友吧 应该是 哇塞 这个好像很屌的样子 它 这个放在一个屋子里 会不会太热 你这个应该花了很多功夫 装这些东西都只装了一个礼拜 我觉得 有可能装不好 但是这个电和散热的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这么大的这个风扇 但是放在这个架子上 这个整个屋子应该都是很热的 哇哦 这感觉是日本啊 日本 不知道你的电压在 220的区域 还有110的区域 应该220吧 能接这么多卡 要不然就是厂里头 然后它有一个巨型的这个风扇啊 这个风扇不要掉 海盗船 HIS1000 哥们建议你把这个塑料膜给撕掉 显卡上的这个塑料膜 有的 有人这个塑料膜没撕 然后这个风扇卡住了 一直粘着那个塑料膜上 风扇转不了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长城矿界巨老 这个真是刚才那个人啊 非常崇拜你 这么多应该不少钱吧 应该也赚了不少钱 这个1234567 7卡 怎么不装满呢 应该8个卡装满吧 1234567 感觉这个这块少一张啊 7张都装好了 就不差这一张了嘛 对吧 然后他这个人是2000瓦的 2000瓦的电源 这种深寨电源呢 我个人还是不太敢用的 对吧 你要用这些电源的话 后果自负吧 首先他是肯定会聚响 然后呢 就说这个电源还是蛮危险的 比如说是电的东西嘛 这么高功率的 这个人呢 是叫温柔大炮 1234567891011 这块差一个 也是铝架子 还是什么架子 看不太清楚颜色 然后也是用这昆棒带弄的 然后最后这块还有一个 这是啥情况 这是水冷吗 我不知道 它背板也能亮的 然后 这直接空调吹了 这应该是在国内 这个看着一样的事 不错 挺好的 然后这块还能有出热气的地方 逼个肚肚 看看 直接发视频了 这么多显卡 卧塞 还修一下屏幕 晚上晚上这个光屋展 但是非常炫啊 算力能加个百分之二十 我觉得 哇 非常不错 很好了 但是这边这三个是啥情况呢 难道是同一个接出来的 OK啊 能运行就行 然后3090明人堂 哇 那你真是好屌啊 四张放在这个机箱里 OK OK Grab and go 这个是啥情况呢 它自己做了个盒子 然后好进行这个风的交换吗 嗯 不错 不知道你这风是应该排到屋子外面吧 应该 然后这个风 风扇 风扇在这块 主要看你的风在要怎么设计了 感觉这个的话呢 风扇一定要给你 否则这么多卡堆在一个密笔空间里长时间的话是会很热的 然后6600XT 啊 12345678 8卡 然后这是两张Suffer 蓝宝石吧 应该是 然后 就两张吗 啊 好吧 这应该也是 这一张还没有电源 一张是看样子六片的 这功耗不高啊 然后拿一堆这个内存条 呃 2000台币 560RX560 不错了 你这个入门的话 啊 就非常好了 呃 能达到无时算力 入门也非常不错 好 然后看一下Stone Stone 这是直接外星人拉出来 挖了啊 这个 上面有几张 英伟达的RTX显卡 还不错啊 大小风扇 吹着这个 其实这个显卡 除非是80和90 都剩下都OK啊 剩下都不太用 这个风扇 呃 然后Zotac的 对Zotac这中间贴的这东西容易泛黄 容易变黄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一套水冷的 啊 应该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样的 看样子很屌的样子啊 这边还有几个风冷的 这边有三个水冷的 然后Hero 他自己做这个架子啊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只要你设计好了 把这个都裁出来 盯一下 买点这个木条 还是蛮简单的 主要是这个设计的过程 网上应该也有 这些教程 你自己做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宽度了 自己做可以弄的相当于宽一点 对吧 随心调配这个位置 啊 成本低 然后就是说 能有自己动手的乐趣 好 这是做好的状况啊 非常屌 EVGA 234 567 8 应该是8个吧 1200瓦 8个1200瓦 不知道你是什么卡呀 然后Steven Steven Shen 1234 567 8 也是不错的卡 然后 线还没有完全用上 不知道你是几个电源呢 晚上非常有这个 霓虹灯的这个色彩 然后润猴 这个也是 蓝宝石的 蓝宝石一套 我靠 你是弄了一个 一个挖矿的柜子吗 这啥情况 这是 这是ASIC 你这个比较屌了 这在这儿会不会比较响 这是公共场合吗 不知道啊 这是你的私人的院子吗 做了一个这个 ASIC矿机的 机房 哇塞 这个 这个规模好像不小 然后 看一下 这个 哇塞 它这是斜着的 自己设计的 应该是公版的 30904张 公版的 然后 这些应该都是 矿友自己设计的 这包括这个 这个 币 利币啊 好 接着看一下这个 Terry V1000 这个显卡也是蛮屌的 应该是专业的 同行的显卡吧 特斯拉那种 我不知道啊 不太了解 不知道这个算力是多少 然后 金础的 金础的挖矿 这个卡应该是蛮屌的 6600XT 好 这个在当时也是 非常不错的 简单卡 7个卡 这个膜是不是没撕啊 123456 6个英伟达的 RTX显卡 也是 自己做的这个 铝架子吧 还是 哪弄的这个 铝架子啊 也是用这个捆棒袋捆上的 用这个 小风扇 非常漂亮 包括走线啊 还有一些 电源的连接 都非常整洁 非常不错 嗯 这个也是啊 非常的 看出来 这哥们儿 有一定的 这个装电脑的工底 然后 哇 你直接装这个机箱里了 这个是 170HX 这个 框框 这个是屌了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它旁边是水龙头 这应该洗衣房吧 那你还是 蛮 蛮 不错的 因为洗衣房这边是 功率比较高的 你要能转过来 你要是 洗衣房这个插头 转过来 那就 掉了 不知道你用的 哪个差错 也还是110嘛 如果多的话 可以用这个220转 OK 再看一下这个压勒 这个压勒 这个同学呢 你这个方向 我感觉 除非你这个风扇是 就是机箱上 这个风扇啊 框架这个风扇 是往右边吹的 或者是往左边吹的 我建议你就要 往左边吹啊 这样的话 这个这边的风扇 和这个风扇 就是一致的方向 才有效果 你要不一致方向 互相对着吹 那不就是没有效果了吗 不知道你这边的风扇 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这个灯光 非常炫彩啊 嗯 然后banana 香蕉 哇塞 它是把所有的 123456 改成水冷了 嗯 动手能力非常强啊 这个水箱 也是在这 如果你这六张卡 发热量还是蛮大的 不过你这个手工 真是非常不错啊 然后你这个水 估计也要定期的 这个清理吧 看到 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 9张卡 123456789 9张卡 嗯 这是什么卡呢 好像有这个华硕的 华硕的卡 然后温度80.6F 华硕 华硕度还是可以的 也就是 嗯 它这个主板也应该是华硕的 然后这个架子 应该是自己做的吧 还是哪弄的 OK 主要是绣这个框架啊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框架 也是自己做的 反正大家这个动手能力都比较不错啊 因为有一阵这个框架在国外的话 买不到 买到的话也是天件啊 一个框架200美道 就是就是一个 普通的那种 8卡12卡的那种 铝制的框架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记得原来那个 呃 没人 没人挖矿的时候 这个东西连100都不到 这其实翻倍了 然后 它这个是 OK Vida的框架啊 这个 中间用一个笔记本 能监测到这个 还是用Windows 它是一张卡吗 怎么就看它一张卡呢 嗯 这边是 双层 它把这两个Vida框架叠上了 然后 这边直连的 可能是3060这种 然后这边是用Riser 348个 8个卡 然后它这边这个线 也改了可能啊 这个线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也是两层的这种框架啊 还OK啊 呃 就是说 上面的这个散热 电源啥的 要注意一下 然后 这个是组了一半的 框架啊 你这个怎么有点弯似的 这个 别舌了 然后 6600 这个是 哇塞 这是专门一个地粉 弄成了 一排货柜式的 这种矿机啊 都是在这个 箱式矿机里头 呃 这一看就是一个工业的用地吧 家用的不可能差这么多 这个电源 一看这一排对吧 你这块散热 呃 不知道行不行啊 还是非常屌的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啥卡呢 不知道啊 呃 然后 他这个 这个 普通的 铝架的 能自己自己弄的 还是 找谁弄的 也是一套 非常不错啊 这个显示器 好像有点眼熟 嗯 然后 这个呢 是 几套 123456789 不知道这边是几套 这边有电脑 嗯 不知道你在这么小的空间 那也是如何 这个 散热的 散热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然后这个是 肯定有工厂地方之类的 一个大风扇吹所有的矿 矿机啊 这矿机有无数了 20个 最少有20个吧 456 一个5 一排5个啊 这二三十 三四十个都有了 然后这应该是 华硕的 ROG吧 然后 13卡 然后这块插一个 这个功耗表 OK 然后这个呢 也是自己弄的架子 它插的U盘 然后用的这个PSU是 服务器的PSU 服务器电源 这种呢 就是比较便宜 然后效率比较高 但是它不是那种 电脑电源的规格的 你还需要插一个转接板 而且一般这种 都是翻新的 没有没有新的 然后3080换了散热垫 非常不错 3080这种 一开始是得换散热垫 也是索态3080 不错 2.0 2.0毫米的 然后这边有 哇 它这是 插的水冷吗 好像弄个架子 然后放在这块 23456789101112 12卡 非常不错 PXE 应该是EVGA的 没看错的话 然后四个电源 难道是 这个就看不见电源 但是它四个插头在这 什么看的这么多 它这啥意思呢 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果然啊 它这个散热 是直通的这种散热 它没有那个 箱式的机箱 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箱子里了 放在一个 自己造的一个箱子里 造成一个风道 那样通风比较好 好 下一个 下一个呢 好像 原来 它这个是 自己插出来的 PCI延长的吗 我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 有可能这边 延长出来一个 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 这个可以满速运行吗 可能可以啊 有这种 1分4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 它的这个热度 好像插上以后 都比较热 然后 6个N卡 6个N卡 5个A卡 那这就是5个A卡 这个6个N卡呗 哦 还是华硕的 哇塞 这一看就是那个 咕噜房啊 这有点像地下室 咕噜房之类的 保温棉 保温棉 然后 你这是这是啥意思 这是修块牢啊 这个 123456 6个傻卡呢 这是 3090 3080 3080 3080 这边都是3090 你这个不会在这烫坏了吗 兄弟 你这个这么贵的表 应该比这套矿机还贵吧 你就算全是3090 2000 乘以不到 不到20000啊 OK 他那个PDU看到了 啊 不是PDU 他那个 功耗表 那是插在墙上那种功耗表 他就直接连D上了 不知道是 应该是连出来的一个功耗表之类的东西啊 然后 买这个风扇 下降到了 其实这个风扇应该 高起来了 哇塞 这个 设计 挺牛逼的啊 他这个应该是排到了 呃 就是说 减力暖气里头 哇塞 哎 这个发表不错 这个就是说你找一个很热的屋子集中起来 然后把这个风扇直接吹到这个加力暖气管道里头 这还是比较牛逼的 嗯 Handmade水冷 嗯 资质 手工水冷 我见过有人连这个游泳池的 有人见连暖气的 哼 哦这是背板吧 铜的这个背板 然后 我靠 这是啥子情况 其实这个东西是固定的吗 帮助 啊应该是帮助固定的 怕这个松了松动 其实这个最容易坏啊 这个最容易松 啊 然后看看这个相式的 矿机啊 相式矿机就是说 呃排风量 金风量比较大 然后风扇的就是比较 呃 比较的快 比较响 然后显卡 初跑有的还可以有的是显卡比较密集 它就比较热了对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waterblock吧 就是做水冷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游戏机做好 这个不太敢放 怕有版权 3070开放式的机箱 是开放式的吗 但是你这还挺好看 怎么觉得 我看一下这个Big Piggy 大猪猪 也是我的管理员 非常感谢它 这里呢 应该是 也是连接到这个暖气里 你的风扇怎么不连的呢 这边进风 可能这边是出风 难道是 可能是这么个设计啊 确实冬天不错 冬天暖气都少开了很多 尤其最近这个天然气 比较贵 你在产生这个热量和挖矿 产生利润同时呢 还能给家里弄点 温暖 我自己感受到这个屋子里的温度了 应该是相当热的 然后这边 你这个应该这是吹还是吸啊 可能是把热气吸出去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这个风力不太集中啊 就是说 效果非常有限 这边都是改造自己屋子的 都是一些动手能力非常强的 其实这个还是挺有乐趣的 如果你要能自己改造起来的话 就是说可以给自己屋子去供暖 然后能这个 还能一边挖矿是吧 这位老铁 你这个 矿机看看啊 都是捆绑带扎的 12345 不太整齐 但是呢 能做就好 在我看来 能赚钱的矿机是吧 就是好矿机 这边有一个箱式的 12345 都是这种 捆绑带扎起来的 就是你拆的时候就不好拆 还得减掉 然后它这温度呢 是26度 还OK啊 哇塞 这个我看了 惊呆了 这是全水冷的 一套矿机啊 应该是 一个啥电源 然后带了 7张卡 全水冷 然后这边是这个冷排 你这个散热 后面也全是冷排吗 难道 这边有一个冷排 这个不知道啥卡 首先 然后就是说 功耗高的 还是冷排 也需要面积很大 看着这个 中间是一个架子 然后上面是一个 塔式的CPU散热 两个EVG850瓦电源 带1234567张卡 目测是7张卡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 分线器啊 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是 这是PS 这是Server PSU的一个分线器啊 等于说是除了这两个电源 还有一个Server PSU 就是服务器的电源 好 这个呢 是一个MR转PCIE的这么一个接口 可以用你主板上的MR转到PCIE上 然后李文奇问 上面这个膜又没有撕掉 一定要撕啊 这个一定要撕 否则会这个过热 或者说是有静电之类的 或者说是你的风扇转不了 之类的情况发生啊 过热的话 这个会化掉 哇 i912900K 你这是挖 挖啥呢 挖CPU的 Mainera还是Raptorium 然后这个 我靠 这个好像是 水冷的这么一个CPU啊 这块是 然后它不能看得出来 DDR4DDR5 这好像真看不来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电脑 里面有一个小显卡 G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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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 1660S GTX1660S 还是非常不错的 经历过矿难的588 好吧 没准这次又能经历一次 没准这次又能经历一次 哇 这个好帅啊 这都是公版吗 这个非常帅啊 然后你这个非常整齐 然后 凯文0314 非常不错 这个真是性价比加上这个颜值都是非常屌的 非常不错的 哦 这个是A卡吧 A卡跟 3080Ti 混叉啊 丧心病狂 这是贴的铜的那个散热 我不知道这种效果好不好 那这也是一个服务器电源 1300瓦 服务器电源应该是Platinum吧 它是这种效率的 差在220和110效率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机箱式的这么一个 它是怎么这么个方向呢 这个热气往这个电源这边吹吗 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自己手工打造的吧 一个电扇带 好几颗 这个显卡非常搞笑 这个兄弟动手能力非常强 这上面盖了个塑料还是玻璃之类的 然后风呢 就形成一个风道这边的吹出来 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Ridian 应该也是A卡 然后234566张卡 这边还差两张 同一型号的在一起真的是不错 然后这边呢 都是在换这个散热 我见有的卡 尤其一开始的卡 散热确实有点捉机 这应该是水冷的一个显卡 这个一个架子上也是三层 两层放显卡 第三层最上面一层放 其实四层最下面是主板 然后中间两层显卡 上面是冷排 然后这个打算放在柜子里 这也是库外面的 这是一个大风扇 吹出去 只要三热OK就行 然后别被小动物啊 什么暴风雨啊 这种下雪之类搞坏了就行 然后这是啥卡呢 看不出来啊 这卡真不太懂 这应该是专业的那种图形卡吧 还是A5000啊 这应该是A5000对 那这个还是非常屌的A5000 但是感觉性价比没有A2000高啊 但是A5000也是非常不错了 很少见 然后这个Hero呢 又开始做这个框架了 你是木工吗大哥 手工确实不错 我非常羡慕 我估计我是搞不出来了 我可能会搞出来 但是这个实在是太费劲了 然后它是全都是这种捆绑带捆上的 希望你能运行很长时间吧 就是说你做完了 肯定是希望它能持续的这个运转呢 然后Hero 然后 不错 你的显卡香的都垒到天花板上去了 一共三套放在这个架子上 应该还有吉他的套 然后这都放在办公室 办公桌上了 你这个吹的 吹到这边 吹到这边又给挡上了 不知道你是 你最好把这个挪走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会不会把这个吹倒 或者说是风走到这边就堵住了 好 那么今天呢就暂时看到这吧 也耽误大家不少时间了 大家可以把自己有趣的这个照片啊 小短视频啊 自己矿机啊 发到我这个群里 我群的地址在下面留言栏里 在这个描述栏里有 今天的2021年的去年终于看完了 下期发一个这个2022年的 好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吧